最近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陽光呢 它露臉的時間越來越長了 但是天氣就有一點點熱囉 這樣的季節呢 我們要帶大家去吃一點 清爽的冷涼好滋味 有什麼樣的料理呢 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出發吧 我覺得呢 如果說你要找一些 清爽的涼爽味的話呢 走進日式料理店 其實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尤其是我們進到的這一家店 它非常特別 因為呢它擅長運用當季的食材 來去變化出不一樣的料理 所以你這一次吃到的 可能你下一次換一個季節 就吃不到了喔 到底呢今天我們的兩種滋味 要呈現什麼樣的料理呢 接著來歡迎我身邊的住處 Liko 嗨 大家好 哈囉 你好 你們這邊我發現這個菜單啊 就是它會一直變彎一直變彎對不對 是的 所以你有沒有上過你開店到現在 做出幾道菜呢 這個蠻難說的 蠻難說的 因為每天進來的漁獲或是新鮮食材 不一定 那你為什麼堅持說要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第一個因為我喜歡新鮮食材 那新鮮食材我們就簡單料理它就會很好吃 對 所以我不去準備很多的量 那我就每天看到什麼就買什麼這樣子 對 那這樣做起來也第一個客人吃得很新鮮 我覺得我自己會覺得蠻有趣的 喔 所以真的對客人來說可能我這一次吃到 下次換個季節就吃不到 對對對 過了季節有些菜就沒有 欸 我覺得這個概念很好耶 因為對的季節產對的食材 這滋味啊一定是最鮮美的 就好像那個對的時間遇到對的人 這愛情總是最 欸 怎麼繞口令了起來啊 反正啊 今天的最高指導原則 就是要吃 浪季料理啦 而且今天主廚端上他特別設計的 冷涼滋味三部曲 就要舒服 涼爽的給他演奏下去囉 接著呢 我們就要來進行我們今天的 涼爽的風回 因為我覺得慢慢就是天氣變得比較熱了 是的 所以其實在一些料理裡面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很擅長 把那個就是食材 然後用冷的方式 可是他去呈現食物原味的一個料理 很適合的一個方式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拉三部曲 一二三分別要來介紹 第一道這個是 這叫四季食蔬洞 四季食蔬洞喔 對 所以我們看到它旁邊的這個醬汁好像很特別喔 對 它有點像果凍的樣子 對 它不是液體的呈現喔 這真的是果凍嗎 它是用那個大骨的高湯去把它做成洞這樣子 所以它是鹹的 對 它是鹹的 然後這一道菜啊 其實剛剛Nico跟我說 它的精華就是在這裡 是的 對不對 因為食蔬它會隨著祭碟來去更替 對 然後但是精華都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要 可以先嚐一下嗎 可以啊 先試試看 它真的是鹹的耶 對 可是動你會覺得 是不是很清爽的滋味 可是它進去 它有一個 你可以先吃得到那個大骨湯 它熬出來的那種肉的那個鮮甜 可是喔 我覺得它除了大骨湯之外 好像還有另外一個 那是柴魚高湯 柴魚高湯 所以它是雙層次的口感在裡面 對 讓你吃起來覺得有比較特別的感覺 嗯 就是甜甜鮮鮮的那種滋味 真的很日式 然後呢 我們這邊 這個季節搭配的是 四季豆啦 番茄啦 然後還有 秋葵 秋葵跟蘆筍 然後這個番茄呢 其實它不是只是 就是去皮之後 然後放上去 其實它有一個處理的步驟 它是要先去皮之後 把它放在高湯裡面 然後放一個晚上 讓那個高湯的味道可以生到裡面 所以番茄需要就是前面 前面有一個很長時間的處理 我們來吃吃看番茄 酸酸甜甜的 可是它有那個 高湯的那個滋味有泡進去裡面 甜度與酸度 恰到好吃的牛番茄 在高湯浸泡之後充分入味 一口咬下去啊 是爆漿的舒服鹹甜味耶 看似簡單的食蔬 在晶瑩透亮的高湯丼點綴之下 口感 滋味都更加分了喔 第二道呢 要介紹給我們的冷菜啊 哇 它很像一個很大的茄子 在這個碗裡面對不對 可是它其實是把茄子的那個 這個組合就是重新再拆解 然後加上其他的原素 是的 這道叫做蒸茄子座三藥泥 蒸茄子 對 妳剛剛講的茄子已經蒸過了 喔 所以它其實是蒸過 然後我們放在旁邊對不對 對對對 而且它用的是那種大大胖胖的 對對對 那種 真的像什麼茄子 日本品種的茄子 喔 日本茄子 對 它會比較稍微水分沒那麼多 像台灣茄子它水分沒那麼多 它蒸完之後可能就是 爛爛的 對對對 所以它其實你看喔 我還可以整塊夾的起來 然後它還保持那個茄子的 那個一塊一塊的形狀 那我先吃去看茄子 我覺得日本茄子比較香耶 對不對 它有一個茄子很濃厚的那個 香醇的那個味道在裡面 可是啊 它的那個口感 口感比較好 對對對 還是一樣有那種茄子的 那種潤滑的感覺 可是它完全的爛 對 它還有一種那種 可以維持你咬的那個纖維在其中 然後跟茄子搭配的呢 就是中間的這個 因為它一層一層的 最上面你看到那個綠色 不是蔥花喔 是秋葵 然後這樣切起來好像一個星星喔 好漂亮 然後我其實要這邊把它往下 因為上面的第一層是山藥 然後裡面啊 是豆腐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搭配 因為夏天嘛 我們吃一些比較爽口的東西 那像我們剛剛講到 茄子跟那個山藥泥 它們都是比較滑溜的 對 那這時候我們搭配食材 要是跟它們口感比較相近 這樣吃起來會比較順口 喔 好 所以上面山藥 哇 而且它會牽絲耶 好 我來吃吃看 冰冰冰的 其實是你吃冷菜 一定會覺得很舒服的感覺 然後它上面的那個山藥啊 我覺得它是比較 母泥的那種感覺 然後跟下面的那個豆腐的那種 滑口度又不太一樣 其實我本來也不太愛吃這種 咻咻會彈膝的山藥泥啦 不過搭上秋葵還有蛋豆腐 以及日式鹹甜醬汁的提味 竟然可以嘗到山藥潤滑中 帶有甜度喔 綜合了單吃山藥的鼠腥味 這順口的程度啊 真的是會讓人想要一口接一口耶 而定三道創意冷菜 主廚說 酪梨現在也正當季 就要運用營養價值高高的酪梨 來變化菜色喔 我介紹叫什麼 它叫酪梨鮮蝦餅 所以餅乾的來源就是下面的這個 是的 對 然後上面的那個 就是涼拌的部分 我剛剛看到其實你有把它拌 對 就是然後呢 除了酪梨這塊的 然後還有鮮蝦 那裡面還有甜菜葉跟薄荷葉 甜菜葉跟薄荷葉喔 就是這個嗎 對 這樣搭配起來 口感會比較豐富一點 然後拌進去的醬料呢 那裡面有胡麻醬 胡麻醬 對 然後會有芝麻的香味 然後就一起攪拌在一起 對不對 嗯 真的好香喔 我覺得拌胡麻醬的東西 其實就很適合夏天的開胃 對不對 好 然後這個吃就直接這樣配著吃 吃的 對 好 把它稍微平均分配一下 有沒有聽到那個脆的聲音 好脆喔 然後呢 它的那個酪梨啊 酪梨 對 我一般吃酪梨都是那種 打成牛奶的 對 對 對 比較少這樣吃欸 而且它是那種 用鹹菜的方式來去呈現 我覺得那個芝麻的那個味道 有把那個酪梨的那個香濃細細的 蠻搭的 對 它互相搭配起來 其實有彼此襯托出來在裡面 因為酪梨本身的甜味不明顯 所以在芝麻香濃厚的 胡麻醬調味之下 非常的和諧不突兀喔 Q彈的鮮蝦 則是增加了這一道 涼拌菜的鮮甜海味 搭配著脆餅一起入口 真的是一道層次多變的 清爽滋味欸 一連三道鹹滋味的冷菜 看來並沒有難倒這位創意主廚 不過我今天可是有order甜點的欸 不過我覺得最讓人想不到的是啊 這一道譬如說它是甜點嗎 還是它是料理 你要當它甜點也行 當它料理也OK 好難定義它喔 因為它是用整顆的水果 譬如說我們看到有草莓 然後有這個是琵琶 但是呢 草莓上面它布滿了 鮭魚軟 對 然後琵琶裡面是什麼 它裡面有wasabi做的那個 醬嗎 對 醬可以試試看 欸 所以這是要整顆一下是嗎 對 整顆 這樣會不會太刺激 不會不會不會太好 好 我把這個琵琶 丟一口送進去囉 有耶 有出來 是這個琵琶的嘴巴要張開 因為它咬下去的時候會爆漿欸 對 然後呢 這個琵琶的皮膀好甜喔 對 還是因為那個wasabi 有把它的甜度在蹭出來 欸 應該也是有影響到 對啊 你就會覺得 哇 它的那個對比性好強喔 可是它那個wasabi裡面 沒有很重 它是淡淡的 反而又有這種清香的感覺 是的 除了芥末還有什麼 奶油 奶油 對 所以說你可以把它當甜點看也可以 然後草莓搭配鮭魚卵欸 可以試試看 因為通常鮭魚卵它咬下去 會有爆的感覺 它很多人喜歡吃 但是鮭魚卵有點腥 那如果你跟草莓的香氣 一起吃吃看 它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也是要一口 當然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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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 好 我先咬一半 看看 好跳躍的草莓的滋味喔 之所以說草莓跳躍 是因為鮭魚卵一顆一顆的 就在草莓果汁裡爆裂了開來 這時鮭魚卵的鹹與鮮 混合著草莓的酸甜 滋味啊 竟然也是出乎意料的和諧 是誰說鮭魚卵只能放在壽司飯上的 跟草莓一起入口啊 這滋味根本是根根本本的 非常正確啊 煮出你的好手藝 真的是讓我甘拜下風了 而水果也會跟著食材一樣 會依照季節性來變化調整喔 說不定下一次來 你可以期待一下芒果荔枝或者是葡萄 哈密瓜在主廚手裡 又會變化出什麼勁爆組合囉 除了冷菜 主廚每天還會到市場 挑選新鮮魚貨 以生魚片或者是燒烤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下一次想要吃當季的新鮮好味的話 就來這裡找找吧 適合天熱的冷涼好滋味 當然也要趁機多吃點青菜啦 下一頓回來沙拉要變身煮菜 醬汁與菜色搭配更是令人眼花撩亂耶 臨近內科園區的沙拉專賣店 五花八門的醬料 主菜 配菜 還有生菜的組合 要讓吃沙拉也可以吃得很澎湃喔 你們店主要是賣什麼的 我們是沙拉專賣店 沙拉專賣店喔 可是其實吃沙拉這件事情 對很多台灣人來說 他可能都只是用餐前面的一個小部分而已 對 在台灣人印象大概就是 很簡單的沙拉 然後加一些小黃瓜 番茄 然後還有一些玉米粒 然後比較濃的醬汁這樣子 可是像我們之後 研發出很多種不同的口味的沙拉 然後可以就是比較多元化 所以這邊的沙拉是 它已經要升為餐桌上面的主食囉 對… 就是以菜取代翻面的感覺 好健康喔 就是其實出瓦廊就是要多吃青菜 對… 然後我們看到啊 那當然它其實 我覺得一份沙拉它要變成主食 當然份量就要足夠對不對 然後菜色要豐富 所以這邊啊 其實它點餐有一個方式 沙拉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那我們是先選擇你喜歡的醬料 那另外還有一些主菜 有熱的也有冷的 那看你自己喜歡怎麼搭配 然後我們有六種不同的涼飯配菜 那你可以自己任選兩種 那你每次搭配的味道 你只要搭配不同的方式 那味道呈現的方式都不一樣 喔…所以你有沒有算過 你們這邊如果每次來都換一個醬料 換一個主菜 可以變化出幾種不同 欸我也沒有算過耶 只是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的口味 整套沙拉搭配起來 不用怕吃不飽啦 因為搭配完後的份量是… 這麼大一碗耶 而且就算你非澱粉不可 店家也會貼心的附上面包 配菜裡也有像是蔥絲天使麵 或者是馬鈴薯沙拉等等 澱粉類的選擇 而大家最擔心的生菜口感啊 老闆Sam更是保證 不會讓你覺得像是在吃草喔 那我們就先來看主角 其實就是生菜的部分對不對 然後這邊的生菜啊 其實也跟我們現在 一般吃到的那種生菜不太一樣 因為我發現它裡面的那種菜色 非常的多 它不是單一種菜色 對…沒有綜合生菜 有什麼生菜在裡面 那我們是用羅曼回底 然後搭配一些像菠菜啊 然後大白菜還有高麗菜這樣吃 所以其實也有一些比較就是 台灣人吃的菜對不對 對… 這樣的搭配方式是在 就是它的那個口味 或者是配色上面有特別的 就是去調整或者是研發嗎 它這樣吃起來比較甜 那不會像 因為有些像是別的進口的生菜 它是有帶一點苦味 可是我們比較喜歡 我們比較喜歡呈現的是就是 你吃起來它是甜甜的感覺 菜是甜甜的感覺 讓它呈現那種蔬菜的鮮甜味在裡面對不對 然後啊 這個醬我們今天選擇的 是你們店裡面最招牌的 叫吃草醬 吃草醬是什麼 你們有聽過一般都是凱撒啦 或者是油醋啦 千島啦 吃草醬是什麼 像這個醬是我們自己研發的 那粉在外面都看不到 那我們是用那個 義大利油醋加油下去打合 那它 我們是用手工去混合 那它也不會像是 在外面你看到油水分離的感覺 所以它是用那個巴薩 麵狗醋對不對 對… 那個醋其實是 就是在西方料理當中還滿常出生的 對 滿常見的 對 好 不好意思 然後聞起來有那個喔 義大利香醋的那個香味在裡面 我覺得這個醬很清爽耶 因為它的那個酸是微微酸 然後其實它除了酸 就還有一點甜甜的 對 酸甜酸甜的滋味 酸中帶甜 除了有酸酸甜甜的 巴薩咪口滋味 這吃草醬裡恰到好處的油 讓生菜吃起來潤滑不苦澀 綜合多種生菜 則是能夠吃到不同的鮮酥脆口度 根據趴趴夠美食小組的評鑑過後 就連我們的男性同仁也說 這沙拉吃起來與眾不同 口感一級棒耶 這邊每一道涼拌菜 其實雖然說你看起來都是 它已經是做好 然後很豐富的呈現在那邊 可是每一道你們都是手工自己去 對…做的對不對 都是每天新做的 然後譬如說像是我們前面 就是今天先幫我們推薦的兩道 適合這樣子涼爽的滋味的 第一道它是帶一點辣味的對不對 對 這個是什麼 這是香辣花椰菜 我是用有蒜頭的味道 然後甘辣椒的味道 然後下去爆香之後再涼拌這樣子 而且它的花菜 其實用了兩種不同的顏色對不對 對 為什麼要搭配兩種白的跟綠的 因為白的跟綠的 它吃起來口感不一樣 那另外它吸收醬汁的成分也會不一樣 所以吃起來會比較不同 好 那我來吃吃看看 聞起來有很香的那個蒜味 有耶 有辣 而且我覺得它那個辣是 這個很像那種就是東方人吃的辣 它一開始不會很馬上就讓你吃到辣那感覺 然後你會慢慢從那個咬的時候啊 然後有一個麻會出來 可是我覺得它那個辣不會很刺激耶 但是會讓你就是吃起來整個就是覺得 它的那個看起來雖然清淡 可是它的那個滋味是放得豐富在裡面 白花椰菜吃起來是清爽滑脆 這綠花椰菜啊 則是因為在頂端吸附了更多的醬汁 入口時的蒜辣滋味啊 也更加的過癮囉 是一道喜歡重口味朋友的 涼爽滋味耶 第二道冷菜呢 我們這邊啊 現在這一道是什麼 這道是番茄揉樂起司 因為它就是比較稀式的那種 對… 噴條的方式對不對 這個是怎麼做的 那我們是先把小番茄剝皮之後 然後再加上起司 還有蘿勒 然後再另外用醬料去醃製它 所以小番茄還先剝了皮喔 對 這樣比較不會有皮的口感 對耶 所以你看它直接露出來的 那個就是果肉的部分了 把那個皮比較就是硬硬的 剝好的口感 然後把它先剝掉 然後搭的這個起司是什麼起司 這個是Jack起司 它味道比較清淡 然後比較適合小番茄 那起司還滿清淡的 因為它不像我們一般吃那種 因為剛剛那種切這麼大塊 吃它就會覺得說會不會很鹹 因為它的起司很鹹 可是它其實鹹味沒有很明顯 但是你在咬的過程當中 它的那個乳香味 起司的那個乳酪味會跑出來耶 而且它的那個 吃起來好像豆腐喔 還滿嫩的 就是搭配上那個小番茄吃 然後有時候起司會比較濃郁 然後小番茄很清爽 也是很好的搭配喔 六選二的清爽涼拌菜 在這裡每一道 都有店家手工製作 而搭配沙拉餐的主菜 更是現點現做的熱烤滋味喔 就一起來看看今天Sam推薦我們 什麼新菜色吧 第一道呢 它帶著一點韓式的感覺喔 對 這是韓式燒五花 燒五花 對 而且這個五花肉其實啊 它的那個處理程序 也還滿複雜的對不對 對 我是先用白乳水乳過 然後在乳好之後先下去冰鎮 等它肉質比較結實之後 再下去烤 所以還要先乳後烤喔 對 然後是整塊的這樣子五花的 對… 很嫩耶 就是啊 我覺得它的那個 五花肉啊 因為你是整塊烤對不對 對… 所以它的那個肉汁沒有流失掉 然後呢 你的那個瘦肉的那個嫩度啊 它其實是嫩中帶著一點咬勁 然後肥肉的部分呢 會讓它的那個口感比較滑 然後所以一整一整吃下來 而且我覺得 因為它烤過之後 它的那個肥肉比較沒有那麼燙 對 我們已經慢慢烤 把它的油脂 大部分都把它劈點 慢火製烤的處理工序 讓這肥肉Q中帶脆 閉上眼睛細嚼啊 甚至感覺不到肥肉的油膩感 而滿滿是五花肉烤過之後的 微微焦香 沾上這帶著一點微辣的韓式辣醬 五花肉也可以變得很清爽順口喔 主餐的選擇除了肉類之外 當然也有海鮮料理呢 這個是用焗烤的嗎 對 它是類似焗烤的手法 但是跟焗烤又有點不一樣 它是比較法式的手法 這個叫做 我看你們每天的下面叫做 宜貝 對 宜貝它就是淡菜 就是淡菜 對 所以它有一點像是那種 法國菜的感覺 對… 然後上面鋪的這一層啊 就是烤得有點酥酥 這是什麼 這是麵包粉 那我們有拌奶油下去 然後加一點香料下去一起烘烤 在這邊就是吃生菜沙拉 可以搭的主菜是法國菜耶 感覺好高級喔 這一道 我來吃吃看 至少一口下去 好 上面的那個麵包粉烤完之後 它其實酥酥脆脆的 對 然後帶著一點那種 香料的香味在裡面 然後下面的那個淡菜啊 它烤過之後啊 就是鮮甜味還保留 可是它吸收了上面那個 香料的滋味 對 然後呢 吃起來QQ的 然後嫩嫩的感覺 一份紐西蘭烤一杯 就有三大顆了 真的是法式餐廳等級的 滿足菜色 在店家的用心設計 與呈現之下 沙拉的滋味 豐富度 還有新鮮口感 不再只是可有可無的 單調乏味了 炎熱的天氣裡 來上一份沙拉 是很聰明的選擇喔 冷菜 涼爽料理 原來能夠有 這麼多種的豐富性變化耶 眼看即將到來的夏季 就讓我們一起吃得涼爽 吃得消暑吧 點心啪啪GO 我們下週見囉